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姑娘 你心情好点了没有啊 臭小子 敢冲我不在的时候调戏我们家可儿 看我怎么收拾你 行了 别闹了 可儿 你终于笑了 你心情好点了没有 还可以 但是 我还没有想到办法 帮大家挽回形象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发泄一下吗 怎么发泄呢 你平时不高兴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发泄啊 我想到了 我挂了啊 怎么给我挂了呀 臭 臭 好吧 那我就睡觉了 睡上一个美美的觉 起来之后继续保护我们家可儿 睡愿 睡着吧 手没事吧 用了你的药 不疼了 来 好了 过来 坐 我跟你说啊 我把里面所有的敌人 都想象成 生活中弄坏人 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发现完之后 心情就会好很多的 火星爱人 对啊 我以前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跟霍宾经常玩这个游戏 我们不是因为游戏 走到一起的吗 但是 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玩过了 你们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玩过了 那霍宾应该还不知道 可儿就是他在游戏里的老婆吧 可儿 要不我也来试试 你教教我 好啊 特别好玩 你看 而且特别简单啊 我跟你说 把这个游戏账号打开 登录账号 先登录我的啊 鸵鸟快跑 输入密码 五六三 好 然后这就是游戏界面 进去就可以了 怎么样 鸵手好点没有啊 好很多了 谢谢 对不起啊 可儿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 才被停职的 我们是好闺蜜 说什么对不起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所有的问题 很快都会过去的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 真的特别开心 我也开心 对了 今天办宣传片之前 你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宣传片之前 你看我这脑子 我给忘了 估计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行 我们再玩下去 好 丹妃 怎么就这么凑强 让你比可儿先知道 霍宾有失忆症的秘密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 一种安排 让你获得了这次 绝佳的机会 你必须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让霍宾对你有好感 这样 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菲菲 快过来啊 菲菲 来了 可儿 别怪我 是你逼我的 我一定要把霍宾抢了 过来 这游戏怎么玩啊 我去 鸵鸟上线了 霍宾 算了 给他个惊喜算了 你好啊 好久不见 鸭鸭啊 谁跟你好久不见 会谁啊 不回我 我好歹也是你老公 痞子伯爵的兄弟 你这样也 太无情了吧 匹子薄绝不是火冰吗 吴子齐 徐亚摩 回了 早就仰慕大神的风采 明日中午十二点 可否约一绝 行啊 好 翠丹妃 明天中午就利用这个机会 让霍冰知道 你才是她老婆 虽然只是游戏里的 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跟她一点一点的拉近距离